特别令人痛心的是 此次特大洪涝灾害 共造成302人遇难 50人失踪 其中郑州市遇难 292人 失踪47人 新乡市遇难 7人 失踪3人 平丽山市遇难2人 洛河市遇难1人 我们向遇难者表示身体的哀悼 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